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全世界中国菜足迹大赛 将于23号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进行总决赛 在亚太区出赛入围的9位台湾选手各个信心满满 今天凌晨搭击前往纽约参赛 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光 入围全世界中国菜足迹大赛的台湾区选手 星期三凌晨天还没亮 一行人浩浩荡荡搭击搭击前往美国纽约 准备登上国际舞台一展楚季 前后共参加过四次初级大赛亚太初赛 并且四次都入围的李洪荣师傅 今年是第一次前往美国参加决赛 谦虚的说以平常心前往观摩 这次比的是川菜 我个人有期待自己泡酿的那个泡胶过去 因为这个泡胶是川菜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食材 它也是非常传统的 对这次的比赛的期许就是说 能够看到选手所制作出来的菜 能够回归传统这样子 经过努力 今年终于入围亚太初赛的选手罗奇祥 抱着必胜精神 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菜的精华 这是一场国际大赛 因为在那么多人 可以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一下 我们在台湾学那么久的初济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入围的台湾选手们各个信心满满 抱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 迎接23号在纽约时代广场举办的 全世界中国菜初济大赛总决赛 这一趟的纽约之旅 这个厨艺大赛 虽然有新唐人这么热心的赞助之下 让这么多的选手可以 议员这种赴美 完成国外的这种初济大赛 算是一种经历 我的心是抱着 就是很高兴 当然我也是很少到国外 就趁着这个机会 顺便在这个国外 这个看一看 我希望能够到达 看看各国的参加 此次参加的人员 他们所得到的手功夫 还有他们的手艺 到底在得到哪里 让我们有机会 互相切磋学习与努力 传统中国菜的风华 即将在世界中心纽约再现 美食爱好者 除了可以在时代广场现场 观摩这一难得的盛事 还能当场品尝佳肴 机会难得可别错过了 新台内电视 范江富龙管景圣许娟 台湾桃园 蔡华华华华